您好 欢迎收看今夜说新闻 随着科技的进步 现在小朋友玩的玩具就不太一样了 变成了电脑 智慧型手机 或者是平板电脑这一类 今天我们节目要讨论的主题就是 3C保姆 过早接触这些声光的刺激 对孩子们会有哪一些影响呢 今天我们会请到专家为您分析 节目首先我们来看这则报道 低着头点拿点 今年就读小二的瑞瑞 很喜欢玩妈妈手机的游戏 难道手机又让她变得好兴奋 一认真起来完全沉迷在网络世界 儿夫联盟调查 12岁以下的儿童使用3C产品的状况 发现有两成的小孩 拥有自己专属的3C产品 像是平板电脑或者是手机 而这些孩子有近三成的人 每天使用超过一小时 超过四成的人每天用不到一小时 还有少数孩子甚至一天使用超过四小时 专家表示很多电动游戏节奏太快 孩子长期使用容易产生不耐烦的性格 还可能会过度兴奋影响学习 在3C的很多产品那个游戏其实节奏很快 所以其实变成说孩子很习惯这么快速的一个反应 那还有说那个注意力持续力其实会比较短一点 调查里更发现有超过八成的家长都会依赖3C产品 作为吸引或者是管教孩子的工具 似乎成为3C保姆 专家建议家长孩子使用3C产品时 一定要全程陪同 而且千万别过度依赖 孩子成长过程也应该多多接触大自然 或者从事户外活动 有意慎心发展 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儿童福利联盟的研究员何佑宁 何小姐 佑宁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我们想要说现在爸妈都很忙嘛 又要上班又要忙家里的 所以发现小孩很喜欢玩电脑手机 就常常觉得这就丢给他们玩 他们爸妈就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 您看到这个现在实际状况是怎么样 你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我们都知道其实像上网玩游戏 本来就是现在人很重要的生活娱乐 连大人都是啊 是 真的 那因为现在的科技发达 那这些产品又越来越轻薄 而且它以前我们可能在家里 才有办法看电视 那现在因为这些产品 它已经是随速都可以携带 而且它使用也非常方便 就是可能指头也按一点 那连年纪很小的小朋友 他们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用了 对 那因为儿福联盟呢 我们在这两年就慢慢观察到这个趋势 因为我们就发现说 现在年纪小的小孩呢 他们竟然是很惊人的 然后发现说 其实可能才两岁的小孩 你就发现 哇 它竟然已经知道 怎么把手机解锁了 那我们也听一些幼稚园老师 也跟我们说 当你拿一本书给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的时候 发现它第一个动作 不是去把书翻开 是用手去划 对 那我们越来越看到说 怎么孩子们 他们会出现这些的状况跟现象 所以儿福联盟也在今年二月的这个时候 去进行了一个调查 就跟关于孩子他们使用3C产品 跟家长他们关于这些使用太多的一些调查 所以就是看到说 发现这个使用的年龄变得很小了 是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数据当中 我们看到大概是几岁到几岁最多 基本上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孩子有很多比例在六岁以前 他们就开始使用3C产品 对 那我们会发现说 尤其在两岁到三岁这个年龄呢 是他的比例是突然增加许多 那可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说 可能他在两岁之前就常在看爸妈使用 那可是婴幼儿毕竟他的专注力比较低 那比较没有办法去使用 但等到两岁之后 这时候他的专注力开始发展了 那如果他的身边的家长 又让他耳濡目染的话 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年龄层的孩子 突然增加许多是 他开始会很想要去玩这个3C产品 其实他这个时候他也是学习 因为他自主的 因为他长得比较大 他自主的能力多了 他就会开始做这样的事情 对 那如果是说 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 现在就是我们说这个时代的孩子 是在荧幕前面长大的 比如说可能再早个几年 可能是孩子们大部分看电视比较多 现在是看手机 看平板 大家都在荧幕前长大的 那这样子 因为比如说现在资讯取得 对他们来讲也很容易 他可能转台转来转去 或是划来划去 这个东西就到手 速度 其实对小孩来讲 他们的生活节奏 其实不知不觉当中也是加快的 这样对小孩的个性 或是他们的行为模式上 有没有看出有哪一些影响 哪一些变化 其实我们发现说 其实这些现象也造成 对孩子一些影响 那一开始可能家长觉得说 3C产品很好用 但一开始用了之后会发现说 怎么孩子 譬如说一个最明显的 就是他完了就停不下来 譬如说很多家长就说 要这样的可能去上厕所 都好不容易 就是他就可能就憋尿了 也不去喝水 对 那另外一个很大的 就是家长会反映就是说 孩子一直盯着一幕 结果可能年纪才三四岁 就竟然得了假性近视 那这些就是很明显 可能在健康上 对孩子会产生的一个影响 那如果是说孩子 他如果又过度长时间 他是很喜欢玩3C产品的话 那他可能会减少 他出门去运动的时间 我们就会说 现在是带孩子 可以说是宅童这样子 那这样运动过少的结果 真的也是对他们体能 体势能来说 也是很不好的影响 其实那个我们以前说 宅在家里面不好对不对 都希望小孩可以跑出去 以前小孩喜欢出去 是因为家里没什么好玩的 可是现在小孩 因为家里面就很好玩了 所以大家都不喜欢出去 然后爸妈又累 你不出去我正好 我就待在家里好了 对 那可是我其实发现说 虽然这个小朋友 拿这个电脑 玩游戏的时候很多 可是在我的经验里面 我们的小孩 他们学校老师也会把 比如说运动会 他们要练大会操 他就会把大会操的影片 上传到一个网站上 然后孩子们在家 就自己打开之后 他可以对电脑练习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 学习的新趋势 我想这当然是一个 不可避免的趋势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说 现在有些国小 已经开始打算推动 譬如说是电子书包 或是用电子黑板 对 那我们相信说 这个科技的产品 一定有它的便利性 那所以我们想要去 提醒大家的是说 那我们如何可以去善用 这样的3C产品 那当然首先有一个 就是提醒家常是说 那在孩子 他可能还刚开始 在使用3C产品的时候 是怎么去教导他们 而不是说你可能就放任他 就是把东西给他了 那就是没有教他说 你每次可以玩多少的时间 哪些内容的游戏 是你可以玩的 哪些内容的游戏 可能比如说限制集 辅导型的游戏 是你现在还不适合去玩的 就是我们觉得说 当然这一定是一个 使用的趋势 但是是不是家长或是大人 有这样的知识 去教孩子说 我们要如何去使用 想要这玩游戏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像我看到我的小侄子 他就是3岁 他在平板天早上 就玩一种射箭游戏 像手一划 那个箭就射出去 然后那个人 我们要射那个人头上的苹果 你射中苹果你就得分了 可是你射到那个人的 其他的地方 那个人是会流血的 是是是 然后小孩他做这动作 他没有任何的 对 他觉得 我是觉得很恐怖 我说我这样子 我就射到他的头 可是小孩子他不觉得恐怖 我觉得这很恐怖 因为他看到一个人 被见射中流血 他没有感觉 他甚至觉得很好笑 因为他会配上一些 好笑的音乐 跌倒的样子 好笑的音乐 这样子是不是一个 一种隐忧 确实我们的调查中 也有问家长说 那当你孩子开始 用3C产品之后 有没有发生一些 让你觉得 担心的状况 那确实就有这样说 就是孩子 他玩完一些 可能像这样子 类似有一点是暴力 一点点暴力的游戏 之后可能孩子就开始 拿他的玩具车 在那边护装 不是 就是因为孩子 他模仿能力是很强的 他会模仿到他实际生活当中 对 但是他又不知道说 譬如这个流血 在现实生活中 它的严重程度 那这些东西可能都是 我们会 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强调说 家长你真的多需要 去陪孩子去玩这些游戏 那去更多跟他们解释 就像之前发生的一个社会新闻 就是一个孩子 他就是玩 玩了游戏之后梦游 拿一个刀真的架在他妈的脖子上 是 这种我相信 对于所有家长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的警惕 是 没错 过去确实我们曾经有 就是了解这些现象 那确实说 如果我们发现说孩子 他每天他接触的都是 玩这些暴力的游戏的情境的话 确实他的生活中 可能不知不觉 这些暴力的动作 可能对外来讲 是会有一种潜意识的影响 那这也是我们真的很希望 去提醒家长的部分 那现在看到 比如说除了玩游戏之外 其实3G产品 我刚刚说学校老师 会让小朋友去练习 做学习 所以您看到这个调查当中 他家长们把这个3G产品 交给孩子们 都会应用在哪一方面 哪些个面向呢 那在我们调查中 我们发现说 最高比例的家长是 在餐厅的时候 让孩子去使用 主要是因为可能 譬如说家长吃饭 可能都要一个小时以上 那我们知道孩子 他的专注力或是他的耐心 是没有办法那么久的 所以孩子他可能就很容易 在那个时间哭闹 那家长也会在这个时候 去使用3G产品 所以玩游戏是最多的 是 那比如说如果是 比如说帮孩子打发时间 比如说什么坐在车上 或是也是 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或是在其他在 大众交通工具 或是在风景区 就是一些可能是 就是家长很希望 孩子可以安静的 但是孩子那时候 进不下来的场合 那很多时候 家长就很容易去应用 这样的3C保姆 所以等于说3C保姆 他大概超过百分之七八十 可能都是在打发时间 或是让小孩安静下来 真正用在学习的地方 是比较少的是吗 因为我们调查主要就是调查在 关于这个安抚的现象 是 所以小孩年龄是比较偏低的 就是12岁以下的小孩 对 了解 其实现在这个 随着时代的眼镜 现在小朋友是低头 低头足 看电脑 其实在我们从前的童年 跟现在童年 其实在这10年内 其实变化相当的快速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后期把玩着 阿公阿嬷时代的响铃 还有这一个单手就能操作的 掌中马戏团 没有光鲜刚烈的外表 和五光十色的装饰 却还是让小朋友玩的 不易乐乎 按住 按住这个大力按一下 它就可以就直接转动 它没有装电池是不是 没有 觉得好不好玩 仿佛走入时空隧道 小朋友来到玩具博物馆 馆藏里多到数不清 五六零年代的童玩 就连大人们也勾起了 儿时机趣 以前玩的都是 不用电池 比较环保的 最大的乐趣 其实就是 大家一起玩的乐趣 大家一起 就是团体的游戏 以前的童玩 真的是都是要动动脑 自己动脑 自己把它做 想要玩玩具 想要好玩的玩具 就是自己要动脑做出来 那这个玩具真的是还蛮巧思的 只要它的每一只鸡的脖子底下 加上一条线 然后我们加上一点巧思 就利用一个球重重的 利用这个球的离心力 然后就玩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有时候我问到小朋友 这个玩具怎么玩 因为很多人出问题给他们 我知道 用手按一下就好了 就开关 因为现在的玩具 就是开关按一下 而且以前都不是按一下 而且每个的动能 还都不一样 果真 只要一只神功 现在小朋友最爱的玩具 还有这类的3C产品 父母的手机 几乎成了孩子的保姆 对于上网打电动 还有三岁小朋友 根本不用大人教 就能无师自通 他就会自己去找 他要的那个什么游戏 他就会自己下载 像什么iPad 2什么的 他都会自己用 长期如果 每天一直在玩电玩的 他的这个前额的脑的 那个血流量 其实会下降 因为大家知道 玩3C产品 或是玩那些什么电玩 大概就是几个动作而已 因为他要让你简单 好玩吗 临床医师更发现 3C产品的吸引力 对于无法自我克制的 孩童阶段 很容易衍生出 严重的成瘾问题 那一旦玩到 差不多8 9岁 已经定性的时候 他可能就离不开 那我们很多 现在处理很多青少年的问题 就是往路成瘾 有的孩子你不给他玩 他就动手打父母 像抓狂一样 科技世代下的孩子 在3C世界里 可以吸收到 无远佛界的资讯 比过去的孩子 更加的幸福 但少了靠脑力创意 动手做出玩具的成就感 以及和同伴 相处玩乐的美好时光 一样是童年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 两样情 其实对我的童年来讲 我们家的床边故事 是我爸爸讲的 然后我爸爸讲故事 不是像我 我讲故事 是要看故事书讲的 我爸爸是 他脑袋也就是有故事 他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 可以讲 可是像我们家 现在发生的情况 就是我弟弟 他们小孩的床边故事 他是自己 在网路上找一个店 找一个故事 然后放给小孩看 然后我弟弟躺在旁边 然后有的时候 跟着一起听 有的时候就自己先睡着了 就是说 连讲床边故事 那个亲子互动 都不太一样 是不是请教佑妮 就是说 您看看这个 现在比较多依赖 电子产品的情况之下 不管是拿来玩游戏 或是觉得说 听故事应该也不错 可是亲子之间的互动 是不太一样的 是 随着这个3C产品的发达之后 我发现说 它确实是我们的 非常爱用的一个工具 但我们发现说 它不知不觉中 也会造成亲子互动 一些状况的改变 我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 来说好了 譬如说 我们看到说 大人跟孩子 平常如果他们晚上 回到家里面 我们是很常 看到一个状况就是 每人人手一机 对 可能爸爸在上网 妈妈可能看偶像剧 然后孩子有可能 也是在上网 或是在玩游戏 反正每个人手上前面 都有一个 是 就是人手一机的状况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其实本来大家 家人相处的时间 可能应该是 像刚刚您所说的 就是有一个直接的互动 对 但我发现说 我们现在互动中 多了一个第三者 就是这些3C产品 对 那这些3C产品 本来它的用意 可能是去联系 我们家人的关系 但是当我们 不仅觉发现 而太过沉迷的时候 这个3C产品 反而是造成我们家人 关系一个疏离的 一个来源 对 而且变成说 这样是不是应该 从我们爸爸妈妈 开始做起 就是我们自己回家 我们自己就不要 坐在电脑前面 自己就不要 一直在看手机 是 总要有一个 以身作者才能够教 是不是这样 是 没错 确实也有家长 跟我们反映说 他们发现说 孩子已经太过沉迷 3C产品的时候 他们可能家庭里面 也会有一些 转变的方法 比如说 他们就是有规定一个 一起吃饭的时间 那吃饭时间中 我们都会聊天 那有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 我现在不知道 聊什么话题 那可能就会有一个 主题是说 每个人都分享说 我今天最开心 跟最不开心的事情 那可能就是有一个 时间是 大家可以知道说 你今天好不好 而不是妈妈 看了Facebook上 才知道说 小孩今天在学校怎么了 小孩的心情是什么 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 更直接的方法去 多跟我们身边的家人 去互动 谈到亲子互动 我们小时候 我们的童年 很大部分的记忆 是爸妈带我们出去玩 那如果现在 这样的情况 您觉得如果 这个在虚拟世界当中学习 跟户外的这个活动 活动的参与 接触大自然 它其实还是会不一样的 对 没有错 虽然3C产品 它可以提供 很多的功能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 对应用而来说 他们其实 他们的大脑正在发展 所以他们其实 大脑发展的过程中 他们需要很多 真实的接触 透过他们的嗅觉 触觉 一些跟东西互动的发展 这样才可以 刺激他们的大脑 但如果是长时间 是依靠3C产品 毕竟 它可以所提供的资讯 是有限的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确实 我们看到说很多 譬如说美国 小儿科医学会 它有提出这样的警告 希望说 两岁以前的 婴幼儿 不要太大量 应该说 完全不要去接触电视 或是有类似功能的 3C产品 因为他们 觉得说 这是会影响 婴幼儿 他们一些语言 质地上的发展 整体的感官发展 都会受到影响 是 我觉得除了这个家里面的环境 改变之外 我觉得在外面 常常看到那个餐厅里面 做一群那个青少年 然后其实大家坐在一起 吃饭就是应该知道 聊天嘻哈 就不是 也是每一个人 这样子自己在看自己的东西 对 这样子同学之间 是不是因为 大家都有 智慧影手机的关系 大家可能聊天 我竟然 我自己的女儿 她在跟她旁边的同学 两个人在互传 那个Facebook的讯息 是 我说 你们两个不就坐在隔壁吗 是 可是他们觉得这样 也没什么不好 对 可是我觉得她这样 她没有开口跟人家讲话 对 她没有眼睛去看着对方 是 对 这样对人际关系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不一样 是 确实这也是很多专家 会有一些担忧的部分 因为毕竟 Facebook上 或是一些网记上的沟通 她只有文字 她没有声音的语调 或是姿势 所以还是她没有办法 从别人一个表情 或是她的动作 多去了解说 现在我对面的这个人 她心里面的想法 或是她的心情是如何 如果我们真的是 太过去依靠 这个科技产品的 而来维系我们关系的话 亲爱的孩子可能在这方面 人际关系技巧 或是了解别人情绪 这部分都会有一些困难 对 她就很难跟一个人 来交心 很难跟一个人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连结 对 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 就像您刚刚讲 建议这个量 所以现在小孩不要接触 是 那我发现说 就我自己的亲侄子 她就是 应该是两岁多就开始 所以她的个性 她变得很没有耐心 因为平常我们在电脑操作 遥控器或是换什么页面 其实就是很快 一瞬间 所以她现在对于很多事情 她的耐心度变得很低 对 那这样的话 过早接触这样的东西 对孩子的身体 心理各有哪些方面影响 是 那刚才 陈如刚才您所说的 那就是有精神科去指 精神科医师有指出说 如果过度长期 使用3C产品的孩子 他们很容易出现几个状况 包含是 譬如说他们思考僵化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 没有一个弹性 就是一个 跟别人沟通的那个过程 另外就是 他们很容易是 情绪不稳定 因为网路上很多声音 影像刺激都是很快的 那以至于说 他们没有办法去长时间 去集中他们的注意力 另外一方面就刚才讲到说 对他们人际关系的影响 对 那譬如说在这个 因为她长期在虚拟世界 而且她是属于 被动的接受讯息 如果习惯于 被动接受讯息 她进来学习的机制 是不是也不好 对 我们也发现说 现在孩子在学习的机制 已经跟过往 有一些差别 因为过往 很多时候我们是看的是文字 我们譬如说 我们看小说好了 我们从小说说描述 譬如说 现在有一阵风吹来 这样的文字 我们就是 从我们抽象的文字 到我们一个实际的理解 我们中间有一个 是解读的过程 但现在孩子 因为他们一开始 接受到的就是图像 就是影像 是很快的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 他们缺少了 这样一个抽象的过程 所以也确实有很多心理专家 去指出说 现在孩子可能 这个心理发展的 中间这个阶段 很多时候 他们已经是被 就是训练的不够 他们很多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 很轻易的去运用 跟使用文字 或是去理解文字 因为他们已经太过习惯 是图像式的思考了 他等于没有实际的 生活的经验 或是他的那个想象力 都已经被提早拿掉 是 那谈到的就是说 我们以前说 这个很爱看电视的儿童 会变成那个 马铃鼠儿童 就是每天坐在家里 现在玩电脑 会发生这种事 眼睛 身体 对 确实很多家长 就是说 他们第一个最担心的 就是孩子 他只要每次一开始玩 他就是停不下来 比如说 每次家里上厕所 也不愿意去 那因为又 因为长期间 一直看荧幕 那可能小小年纪 就得了假性近视 就是家长就觉得说 怎么年纪这么小 就体力就这么差的状况 是 对 因为等于 也是缺乏运动嘛 所以现在好像小学生 这个体重 过重的这个比率 就偏高 对 有一部分确实是 体重偏高的状况 那您认为 就是说我们 当然3C产美 还是有它的好处 我们就是家长 可以做一些 怎么样的规范 或是亲子之间 可以达成一个 怎么样的 一个沟通的模式 怎么样的约定 让这个东西 在我们生活当中 是加分的 然后比如像我的小孩 他可能现在查资料 查字典 他都是用电脑 对我来讲 我觉得其实也不错 因为有时候 字典买了很久以后 那字典其实也不适用 那我觉得其实资讯 也为资讯快速的取得 也未必不好 只是说您觉得 我们在家庭当中 我们要做哪些动作 让这个事情 是往正向发展 是 没有错 确实 虽然我们刚才提了 很多3C产品的坏处 那可是要真的要说 它还是有很多 它的好处了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去提出一些机制 是让大家是知道说 如何好好去善用这些3C产品 那儿福联盟这边就提出了一个新的3C 是 对 这3C是由三个英文字所组成的 第一个C是控制 就是要规范 控制时间 对 就包含是说 一个是说两岁以下的孩子呢 希望他尽量是不要接触这样的产品 那就算孩子要用的话呢 希望每天使用的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那每次使用的时间也不要超过20到30分钟 就是中间还是要休息一下 对 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亲子之间多关怀 多陪伴 还是孩子们成长路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节目当中谢谢二福联盟研究员 何佑宁何小姐 也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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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